严垂将诗英自暴奋勇 要到杨子关解围 这可乐坏了曹金山 激动的眼中含泪 贤弟啊 你能去帮忙可太好了 我去城中军民谢谢你 据我师兄说 现在兽州城内缺兵少将 我回去能搬来兵可派不出将 真有猛将 他们早就战败南唐 正因为没人才被困兽州这么多年 不如自己想吧 如果兄弟你去杨子关 就不用到兽州去了 大哥咱们一言没定 我去打抱着 曹金将儿子带诗英去杨子关 不太放心 他和李志平商量 李大人 本应该我和你送粮草分兽州 现在杨子关暂时吃饮 叫两个孩子去 我不放心 我想从他们到梁子关 你看如何 李志平说 太行啦 你不说我也要谈 打仗用人 你帮他们出个主意 梁朝交给我 你放心吧 我正好多休息半天 和军宝好好谈谈 书要简断 他们用法晚膳 各自休息 次日曹金山 诗英和太元侯曹兵 带领五十名清兵位队 辞别众人 奔阳子关而来 一路无输 下半场 来到阳子关外 曹兵叫城 萧尹凤和潘仁梅等人 百对迎接 人家城外 帅府大厅 建立一帝 分兵主落座 兼足献上茶来 茶把歌斩 萧尹凤说 曹将军辛苦了 人把令军和石将军请来 这是喜从天降 今早上 迪将林文道又来就阵 工程闹了半日 我们没敢出战 林文道回凤凰山了 刚才我和潘大人正着急 怕林文道再来工程 正好三位赶来 再不怕敌将惩兴了 曹兵说 老夫道子是战脚助威的 冲锋陷阵 还得小将施阴 施阴问 哎 什么时候打仗啊 你们动嘴 我动手 萧尹凤笑着说 不马 我以叫厨下准备韭菜 给你们迎风洗神 曹兵说 吃饭不忙 救人要紧 然是弟兄 喝正进 被困山内 早睡时 喝酒有酒 晚去一会儿 有信念之用 还是马上出战 有什么吃的随便 东西 吃完了 好去凤凰山解围 既然如此 小女子以食为食了 晚上再喝 进宫酒吧 就这样 吃点喝点 准备出征 萧尹凤 玉生香等人 全身披挂 点两千人去打凤凰山 城内留潘仁美 玉金道看守 女者全部出征 曹兵 见儿媳妇 玉生香 端庄熟雅 大家闺秀 又为武艺 十分高兴 没讲到儿子媳妇 何处理在这儿团怨了 当时精神焕发了 在这儿小将石英 曹天山 领着两千人出城 简断接说 很快就来到凤凰山前 远远望去 纯山环秽 古树攀天 眼跃跃 兴起高展 好帅飞扬 跟寒马寺 回丧山谷 修饮凤 再前面带路 终人紧紧登陲 离山口还有二三里 就 突然 右边树林中有人召喊 哎 前面队伍是哪来的 不许往前进 还要前进 可要开空放箭了 嗨 我们是阳子官的 打山救人了 杀呀 对呀杀呀 哇 边喊边出 南唐兵 从树林里向外射线 下期间买死在草沟里 使他拿后边树上山洞中的扶兵 冲出来 啪啪 望完放箭 望想挡住 杨子官的兵将 前面军逐重业 后边冲上来 受伤的 抬起去 就这么反反复复 萧允奉上几书 军兵舍命 来攻 当降者更应该身险士组 尤其山里被困的 有我的丈族 有我的父亲 我更应该实属望生 冲在前面 想着这 飞马冲到 军逐前边 轮起大刀 博打凋零 边走边站 怎奈 敌兵 渐如雨发 冲不过去 就在这事 与伤江 骄远纵冲着来 三元将 并马前进 这回 敌军弓箭手 挡不住了 三匹马很快来着 切进 弓箭手 吓得站起来 往树林一跑 边跑边射 三人如同猛武下山 冲上去 一阵产杀 向弓箭手 杀散 残兵 由杨子军的 军族追捕 大军前进 很快到了山口 刚要往里闯 突然 大刀 三声炮响 敌军人魂马炸 从山口冲了出来 一个个 如同修神 恶煞一般 手施刀枪 像潮涌一般 来到山外 左边一轮大象 相貌凶恶 烧青 向天的高楼五月 大砍刀 正是林文豹 右边之人 长得又细又高 好像竹竿子一样 是赛毛髓的 左天体 京城 林文豹 叫杨子军就阵 城内将军 没在迎战 下午去派人打凤凰山 左天体就知道 杨子军请来能人 他叫花信祥 堪扰 修正的御文 他和林文豹 亮对修正 修颖凤 见敌军亮队 交刺着队伍 侧下半阵 一字长蛇式 压着这鸟 左边有曹冰和诗英 右边是玉生乡 曹军山 当中是林氏元帅 修颖凤 那林文豹看了半天 没瞧出对方 有什么样的能人勇士 把胸脯又填起来 嘴脸的 像个破条一样 提示一样催马来到当中 哎 杨子军的将军 尔等吞了暴胆凶器 竟敢砸我的凤凤山 哪个过来头子 萧尹凤 提忙催马上江城 马打对头 林文豹 少要逞强 今天我们要打开凤凰山 解救被困的将冠 十十五周 速讲被困的警员将放出来 饶而不辞 绵绵杀锅生灵 若不清晒 凤凰山下 就是你炸身之处 吹 丫头 少拿大话 吓唬人 拿出真本事 师兄啊 在后边早找你不得了 哎 焦园算你回来 我去干那个花斑报 话到人也到 飞马来到最前 小英公立马分腿 精神换位 好 林文豹上下打呀 咦 眼前是个小孩 这师英个子不高 又白又胖 看上去呀 十三四顿 没亏没亚 高把牛星发卷的酒量 第一块蓝绸子 身穿 月白色五股短靠 寸牌骨头脑 凶雷失去汗 信黄当初 背骨一张 左右一 腰气板带 大厦 刀当有户 打着国腿 竹灯 薄底 烟云快接 外罩白队开场 随之聊起 胯下端枝 手心闪电 亮银腿 银头 又大 又亮 林文豹看了半天 是一阵的狂叫 啊 哈哈哈哈� Sciences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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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个 鲁性未章的 娃娃 头上没 罐症的 白痴 也来 早上 可见 大送手 没人 娃娃 你是 何人 石英用锤剪指 文文道 说你这一笑 是没瞧起我呀 你是胎毛胃 这个顽童有何本领 你呀这是孤陋寡闻啊 常言说有之不在年高 无至空国百岁 金刚转道小 能免此起 猪肝道高 解解是空 小爷爷我 酒居深山老林 长客四条嘴的老虎 抱着耍着玩 被我打死的畜生 不计其数 还能怕你这两条嘴的抱着吗 往往 我去你胡说八道 抱一个公主 好 给你留个名字 等你到丰都城好抱后 且清楚是谁 打帮你走的 小爷爷 在昆仑山金井古上 大户残尸之中 大宋朝顺国侯 失守信之子 你家少爷 十一 小妈妈 看你人小骨头嫩 对 先让你 打某家三腿 然后 严峰爷 我再敬招 师兄叫了 八分包 小爷要坚定招 就算欺负你 你先扔手 我让你三刀 然后我再打你 这叫 照相好 老肉小 谁让我 比你长得老了 谁找吧 啊 王王 你还骂我 砍刀 说着 大刀挂动风手 是 跟师兄的鼎梁 披着 小英雄 不慌不忙 战马 扎 往常一闪 大刀 披空了 林文豹 接着来个顺水推舟 走 横刀 支支 师兄 腰部 石公主 一个金刚 铁板 小的 公主 腰往后 一飞 撑个 弓形 脑袋 贴在 马后 胸上 杨敏 朝前 躺下 用银锤 护住 全身 第二刀 左锅 二马 一挫 当 林文豹 来个 盗砍 子中官 师兄 做起 先来 二马 一挫 当 来 是个 左梗 仓铺的 工作 大刀 砍空 一马 三刀 全 过去 二人 圈回 战马 又打个 背叶 师兄 说 等等 三刀 可 躲过去了 这回 该我 打你的 你 接我 一锤 就算 好看 说完 战马 绝出 百步 开败 推马 轮锤 攒 费力气 来得完 气劲 说张 接锤 望下 就载 林文豹 没小几 师兄 他双手 抓住 刀杆 望上 去迎 只听着 咔咔咔咔咔了 两声巨响 锤碰 刀杆 升阵 而鼓 镇得 林文豹 双臂十指之脚 眼前发黑 耳朵发明 眼前冒金花 再马上栽一栽 晃起座 勉强坐稳稳税 这一锤 先就跌住了 实际呢 应该收回双锤 再次进招 今天呢 他没这么打 他打法和别人不一样 这个孩子 人又精心 眼又快 外戴挺坏 他见林文豹 没被震落马下 暗暖吃惊 从那学义来 谁要举锤杂子去 什么狼虫虎豹 张袍野鹿 都脑将崩裂 只打山山就崩 打地地就裂 打在树山上 当时两半截 没讲到今天 把林文豹没杂子 怎么办呢 眼珠一转 地上心来 没杂子啊 我把他压子 所以 他没收回双锤 用两柄锤头 压在刀杆上 十足立即望见压 哎 林文豹再也支持不住了 就觉得心弦发热 血往上撞 耳鸣心跳 嗓发地 张嘴 吐出鲜血 这是二马托的 神收回双锤 跑出两丈多远 扶回码头 举木 关轴 见林文豹 抬手擦擦 嘴角声血气 大一声 哎呀 好嘞 哎 佛马往山里带走 再看索天起 刚才看连海带药 一看林文豹 拜阵 下他 一招没打 血马就走 先等人 此后 推马紧追 常言道 将是兵之胆 兵是将之威 主将伴走 南唐军 捆齐血骨 狼狈逃犯 腿快的 保住静命 腿慢的 被杨子官君主和将官 弹死在山外 敌兵如火烧牛皮 风卷残忍一般 刺散头位 战场上 到处是龙骨帐篷 粮草兵器 折功断剑 此时伤马 带伤的敌兵 走不了了 他阵上救火挨栽 一声将 一心不忍 派人把受伤南唐冰 抬到道房 杨子官的兵院 分离三路 冲进凤凰山 很快就杀到 狐狐狐 小谷口的敌兵 你真跑光了 谷口 对敌兵用滚木 雷石 空之朽木 堵不住 众人过不去 骄眼凤 一身组 打通道路 扫金山脉 军兵七手八脚 抬石头 搬滚木 好不容易 八天窝口 曹金山第一个冲进去 边走真寒 郑王贤 杨将军 你们在哪呢 江领奉 在冲进找人 找过半多日 突然 石拉靠北有人问 谁 帅什么的 是我 我是曹金山 你是谁呀 哎呦 师弟呀 是我 可想死医兄了 说话的正是 鲁南王正面 他从石拉库 站出来 奔 曹金山 跑过去 曹金山一见 又惊又喜 就能 驾马 失礼 你受苦了 那几个人呢 说完 他打亮正面 你一天一夜没见面 正面就瘦了 眼窝深见 两眼布满血汤 本来皮肤就黑 又落了一层灰尘 身上翻翻血迹 对吗 你受伤了 没事 他后点时 不要紧 这一夜 你们是怎么度过的 别提了 昨天这都怪我 杨将军不让我进山口 怕净埋伏 我不听 因为他们俩进来了 这地方真学得 有进路无出路 就一条山道 山口被封死 山口有敌军攻击手 我们冲了五次 没冲上去 战马还受伤了 天黑的时候 杨大郎叫我们 搬尸墙 踩树 打房 才有个牺牲之地 晚上怕敌人 冲下来 一夜没合眼呢 今天头傻 就打了一仗 又渴又饿 真难熬啊 那根仨 就叫我歇着了 他们交战 累得实在不行了 才进师父里 现货 我呀 郑散筹呢 怎么出去呢 你们就来了 太好了 这些 萧尹凤一声将下马 给郑印造军 郑印脸的嘴笑 都来了 那好啊 哎 杨娇军 快出来吧 我们得救了 杨大郎 杨二郎 杨三郎 听见喊声 从梦中心形 跑出了观看 瞧见萧尹凤 上前失礼 多谢萧小姐 就命之恩 萧尹凤摆了手 哎哟 我可不敢参天之功 归己有 这是曹将军功劳 他不辞辛苦 请来曹侯爷和施英 施将军一锤 镇上林文豹 我们才进的乌通谷 你们谢内二位了 嗯 不知是哪位曹侯爷 鸡山说 是我的父亲 说完 给他们互相引荐 四元将 见着曹军 大礼参败 老前辈 一想可好 小值得有礼 那家免礼 快去谢谢 石侯爷之主 施英吧 施将军 多谢你救了我们 施英以礼相还 几位兄长 但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几位能安然脱险 是不幸中万幸 我听说 还有两位老将 深陷糊口 不知在何处 我们快去寻找 大家点头赞成 众人分头搜索 很快找到 林文豹的临时行营 到里边一搜查 扑空了 里边没人 抓了个受伤的南昌厅 一审问 方知 刚才赛毛随 昨天起回来了 和花式父子 将萧生的语文 打入木龙丘车 押往寿州 萧颜凤 提早派人追赶 没等追从凤凰山 就看见了 先备有二百多名南昂兵 远去旗鼓 压着车辆 一一路上家之旋 茫茫如漏网之鱼 宋阳兵将 呼拉来都借信 打着包围 将这二百多君族 围在当中 萧颜凤 曹金山 新的人 提马 在背前一看 压修车的 正是花式父女 和苏坚区 萧颜凤 强扬的我说 瓜老元帅 看在当初 你和我父 共守杨子冠的面上 在圈里几句 你何必 与我们为仇 你真忍心 拿我父亲的 玉老将军 去换荣华富贵吗 老人家 看咱过去的交情 还是把人放了 再说 你想走 也走不了 林文豹的本领如何 被打得抱安吐绝 狼狈逃跑 你怎么还痴迷不悟呢 花兴祥 嘴里不说 心里也后悔啊 当初镇守 杨子冠的三个元帅 两个归宋 尊俗也倒戈投降了 只剩下自己这么个 光杆元帅 林文豹又走了 现在人单事故 被困重围 生死未堵 但事与至此 不好反悔 只可一样照顶 回仇 他告诉索先徒 索先生 参攻木龙 书说 我打敌阵 随后 和萧颖凤说 丫头 不要多言 你若是对地求疑 你撒马过来 决一胜负 老人家 我们乡瓜两家 有多年交信 我又是三管辈子 怎么能同你交手 我是替您找奖 懂吗 两人在这舌战 师爷在身后 早等着不耐烦了 他铁马来到切尽 扎一扣了 舌尔帅 你挺为了 良人难顺 该死鬼 我受死他 书乖 转身对花 信强说 信花呢 你真不是台语 到现在 还不交出车 下马出马 娃娃 你少拿大话 下不然 我说的是真话 不信呢 可以试试 你要是能接我一锤 我就放你逃走 人秋车木龙 都让你带走 接不了我一锤 哎 你就抹脖子 行不行 嗯 花信强按想 这王口是这么大 你是什么人 问我 是手剑之子 是羊之言 花信强打链半天 没发现什么除其之处 只看着那对锤 他下了一招 哟 这对锤 这么大 又想派也没有 咋吧 想这儿 吹马轮刀被石鹰劈了下来 石鹰跟大刀落下来 左手锤 由下往上一蹦 啪啪一声 把花信强手中大刀就给撤飞了 也不知道石鹰的力气多大 最后刀 飞刀半空 一个石鹰都没落下来 你说我多高啊 怎么一个石鹰没掉下来呢 因为落在树上 花信强手中没冰任 驳马要跑 还没动地方呢 石鹰 右手锤 藏着份的花信强的太阳瘸 打下来 除过风声 还打 如果要打上 花信强就得脑僵封裂 他吓他 全躲来不及 急忙两脚甩凳滚安落麻 躲过阵锤 方保住性命 他刚想站起来 宋兵忽然一举往上 几把脑钩 同时巴力搭 搭住花信强的衣服 花信强挣扎不了了 同时 曹金山跳下马 起步来到卸进 把花信强抓住 绳捆锁网 往上一提 推到一行 花信强被寻 击坏了他的女儿花信 当时下的花容十色 推马上阵 手擒绣绒刀 高声坎赫 该死的囚徒 快放下我的爹爹 石鹰抬头看了看 呦 石鹰女将 他笑了 哎 你谁 我 我叫花信 啊 我知道了 杨子官有三人女将 那两位啊 我告诉你 都找了婆家 他们的丈夫 都是我们宋兵的丈夫 就像你自己还没主呢 别打了 你看看我们这人谁合适 干脆 你找一个你也投降吧 呸你胡说 哈 你甭管我怎么说 这是真话 好男不和女的 我不愿意和你打 你回去回去回去 不行 这次的 看刀 撞 拦起信弄刀 劈了下来 石鹰笑了 哎呀 你还咋样呢 你给我扎手吧 你抬左手锤 锤手大刀 啪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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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再看花蟹玉两只小手艺扎上 又拥刀啊 飞了 石鹰说 怎么样 你是不是跑二姐 就这两个站在想打仗 真给练武人揪脸呢 还怎么打吧 花蟹玉战马学历一圈 痛住马胜 当时泪如雨下 想打 打不过 要骂 不是那么句话吗 岂是不灵骂人不疼 不顶事啊 这可束手背琴 那么落在仇敌手里 难免受了 干脆一死方救 想这儿 出了远处海 呛呛 你玩救不了你老 他要先行一步了 说着 抽出防身配件 压到坟轴上 叫横鉴 咀文 花蟹玉的手腕 刚响用力 猛箭起来 drilling 双 噢 这是什么动静 原来 一类死板正打在 花蟹玉的手背的下 巴的一 entry 趁他一称 手袂多做防剑 啪啪啪 掉到地上 驾叉善马,叉叉叉,倒退好几步,学会码头,稳住心神,定心观看,看什么呢?是谁打呢? 这一瞅,是曹金山发的石子打落宝剑。 听曹大,我愈生不能,愈死还不行吗?难道你要折磨于我? 曹金山没说话,身后有人打查了,花蝎玉要寻短片吗? 别着急,我有事和你父母商量商量,花蝎玉文庭柳头观看,姑娘不看镇大一看,大吃一惊。